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六环路于2016年正式开通了两个收费站 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 成都的人口数量将会与北京不相上下 这也就意味着成都将会成为一个像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城市 由此可见成都六环路的功能和价值就显得更大了 届时成都的房价或许也会像当年的北京一样飙升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考虑去成都买套房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